大家好,不知道生活中的你有没有听过 七不出八不归这样一句老话呢? 在农村生活过的朋友们 听过这句话的几率应该大一点 这句话到底是怎么来的呢? 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? 我的农村老家这句话一直被人们遵守着 不管是出门打工还是上学或者走亲访友 那里的人们都会根据不同的事情来安排出行的时间 这些时间虽然都各有讲究 但是人们一直这样遵守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希望得到吉祥和平安 这句话里面的七不出门 指的就是在正月初七不要出门 因为现在外面工作的人们春节也休不了多少假 大部分初八都上班了 因此一般都是提前一两天出发 但有了这个风俗之后 人们都选择初六出发 其实这句民俗追溯来源就是 古时候的人们要做的开门七件事 柴 米 油 盐 酱 醋 茶 只有把这七件事处理好了才可以安心出门 这样久而久之 过年七不出的民俗就形成了 另外的八不归 就是指中月初八不可以回家 来源也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 礼仪等级和道德体系 孝 替 忠 信 礼 仪 廉 耻 八条行为 古时候的人们都觉得 如果没有做到这八条中的某一条 就觉得没有脸面回去见长辈 历史流传演练下来 也成了一种过年民俗保存下来 听到这里的你是否对这句民俗 有了更深的了解呢 这句话虽然只是一句简单的民俗 但它却包含了人们对吉祥平安的渴望和期盼 同时也是古时候 人们对于自己的一种规范和追求 简单却蕴海深意 并不是盲目的封建民心